PicoBall的构造 Squatch感应版 Squatch感应版 Squatch Sensor Board 是Squatch官方所支持的外部感应器之一 提供与外在世界互动的机制 Squatch感应版有多项衍生的产品 最著名的是PicoBall 之前是由美国的The Playful Invention Company生产 PicoBall取得 目前在台湾可以买到两种Squatch感应版的衍生产品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画面上的两张图片 红色的叫做Squatch Tools 另外一个是Agible PicoBall的构造 PicoBall提供五种内建的侦测器 包含光线、声音、滑感、按钮与电阻 透过这些侦测器所回传的数值 让程式可以与外在世界进行互动 这些侦测器以数值的方式反映到Squatch的程式当中 PicoBall的感测器 首先我们来介绍光感测器 可以用来侦测外界亮度的大小 亮度越大 数值越大 声音感测器 可以用来侦测外界声音的大小 声音越大 数值越大 滑感 可以透过滑感的移动 改变回馈的数值 按钮 回传True 与False For 两个值 按下按钮 则显示True 没有按下按钮 则显示False 电阻感测器 用于测量物体的导电性 导电性越好 例如金属类 电阻越小 导电性越差 例如纸类 电阻越大 电阻越大 数值越大 好 那这个呢 是感应器 和它的一个数值范围的一个整理表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说明一下感测器的位置 好 那首先看到上方呢 这个是滑感 好 这边呢 看到有个眼睛的标志 这个是光感测器 红色的这个是按钮 好 这个像小喇叭的 这个是声音感测器 好 另外呢 有这个外接的部分 这个是电阻侦测器 等于 有那种小喇叭的 我可以 真的有个眼睛而探里 词 怎么